特有的一个占卜文化 实际上并不是中国古代特有 只不过那古代呢 中国古代发展出 易经这么个东西 易经呢 主要是用来占卜用的 确切的来说 确切的来说 占卜这个词都不对 因为卜呢 主要是指在那个骨头啊 就牛骨啊 龟甲 龟甲上面烧了一声 那个用那种方式来战事呢 或者是预测未来呢 叫占卜 那用试炒呢 那才叫战事 对 战事 那后来就发展出了易经 那我们想今天给你们 我们专门跟大家分享一下 易经占卜这类的话题 好 我说一下占卜 所有人类的早年文化 都是乌文化 对 乌文化 从乌文化才往后 慢慢发展出这个其他的文化 包括后来的神学文化 对 包括后来的中国 从乌到儒的发展过程 而且乌早期都是女性 对 以后呢 乌要变成男性 因为早期母系社会 女人说话是最有力分量的 对 而且女人的质感比男人好 所以早期 这个乌都是女人 以后变成男人了 才在乌旁边加了一个字 叫锡 就是加了一个键子 对 乌子旁边的一个键 乌子旁边 我们加一个键 这个锡 叫乌锡文化 这是指南乌 叫锡 那么占卜 为什么在早期 人类的乌文化阶段 人类都是占卜的 都是要算卦的 卡罗牌 星象 对 它都含有占卜算命的成分 在其中 为什么如此 因为人类远期 早期生活的时候 这个生活的信息量 是非常小的 可是各始族 各部落 它正常会要做出一些重大的 这个部落酋长 始族里面这个尊长 它要做出 关乎始族命运的重大决策 你比如 现在我们受到另一个始族 或者另一个部落的威胁 我们得去打仗 这一仗打还是不打 我们是逃 搬迁 迁西 还是打仗 我们没有办法像现在 我们派出侦察兵 甚至还挂上无线电 再挂上卫星 我把对方侦察好 信息量很大 我直接去 我打以前 我已经有三分把握 五分把握 可是古代社会的时候 信息量很低 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 你又没有信息 大家看着 对 但是这个决策 关乎大家生死存亡 但是我的决策的信息量不足 我是中性决策 什么中性决策呢 就是信息两边是对等的 我不知道该打还是不该打 没有更多的信息 能够把这个天平压斜 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不能不决策 因为五星不定输个干干净净 我必须得做出决策 而做决策又没有充分的信息量 是个中性决策状态 于是占卜起作用了 第一 大家信神 我们信天 那么我们就用占卜的方式 看天怎么告诉我们 这起到两个重大的效果 第一 我们当时知道 这个决策能做下来了 我们不至于犹豫不定 第二 因为我们占卜完了以后 是通天 是天让老天 或者神让我们打 所以调动士气 古代冷兵器 打仗不是靠兵器 而是靠士气 士气决定一切 对不对 我既不会犹豫 我用占卜的方式 既把一个很难决策的事情 变成有定见了 把犹豫状态 变成定见状态 又通过这个占卜的方式 调动了全族的士气 所以占卜在古代是非常有效的 非常重要的 他占卜